第281张选脉入门,圣元峰,一座偏峰上,近时铺就的广场上,此时人声鼎沸,在方正的带领下,周远等诸多新入圣元峰的弟子都是汇聚在此,而此时,诸多目光,都是带着好奇与敬畏,望向前方。 在那里的高台上,三个葡团高座,葡团上面,盘坐着三道苍老的身影,在他们的周身,隐隐有着磅礴的元气涌动,仿佛大海,深不可测,给人一种无法形容的压迫。 简然,这三位老者,应该便是圣元峰的三位长老。中间那位是沈泰渊长老,右边的是吕松长老,最左边的,则是陆红长老。 方正案中给诸多新来的弟子介绍道,沈泰渊长老一身黑袍,面色有些冷素,给人一种极为严厉的感觉,而吕松长老则是身披青袍,笑嘻嘻的犹如一个笑面佛一般。 而那陆红长老,则是面色平淡,喜怒无形,只是那淡淡的眼眸掠过时,会有着四见光斑的锋芒若隐若现,令得人不敢直视,威严十足。 而在三位长老的身后,还立着诸多身影,这些应该是圣元峰的弟子,在他们腰间,都是缠绕着黑袋、金袋,气度不凡。 不过,虽然同为圣元峰的弟子,但周元确实察觉到,三波弟子似乎精未分明,中间与右边的两波弟子倒还好,可他们与最左边的那批弟子,却是间隔着一些距离,而且偶尔目光交汇时,似乎都是有些火花在建设,气氛并不算太好。 而至于最左边的那波弟子,则是气势要凌厉一些,眼中也是有着一丝高傲,看向旁边两波弟子时,眼中时不时地略过轻蔑。 不过,虽说他们人数要稍少一些,但论起气势,显然还是最左边的这些弟子更强盛一些。 在这三波弟子最前方,都是有着数道气势不凡的身影,在他们的腰间,缠绕着紫带,个然是级别最高的紫带弟子。 而这些紫带弟子中,又是簇拥着三道人影。 沈长老身后,是一名身材高大的青年,他模样沉稳,唯语尖透着一股坚毅,在其周身,有着元气波动若有若无地散发出来,颇有其事。 此人名为周泰,乃是沈泰渊门下的大弟子,也是如今圣元峰最有资格竞争首席弟子的人选之一。 吕松长老身后,则是俏丽着一名白衣女孩,女孩容貌俏丽,腹白如雪,鹅蛋般的小脸光洁如玉,她的身材尤为惊人,胸前隐隐有着惊人的弧线,而到了腰之时,又是猛然收拢,相当的纤细。 中为诸多弟子的目光,都是若有若无地对着她这里扫射而来。 只是其俏脸颇为的冷傲,再加上纤细腰间缠绕的紫带,令得众弟子都有些自残行贿。 他名为吕燕,不仅是吕松长老的弟子,而且还是其亲孙女,如今的他,已是吕松长老门下最强的弟子。 而那第三位,则是立于陆红长老身后,那是一名面无表情的青年,他双臂抱胸,五指略显单枯,指尖隐隐地有着锋芒若隐若现,犹如见光。 他从史之中都是微闭着眼目,并没有理会任何人,不过每当有目光投来时,都是带着一丝丝的畏惧。 甚至强如纳周泰,吕燕,都是微带忌惮。 此人名为袁红,正是陆红长老门下最强弟子,据说在那人才挤挤挤的渐来风中,都能够排进前三,实力极为强悍,乃是圣元丰这一代首席弟子最有力的争夺者。 而这三人,便是圣元丰诸多弟子中的最强者。 三位长老,心如风的弟子已带到,方正在此时上前一步,对着三位长老抱全功声道。 坐于中间的沈长老面色肃然地点点头,然后那严厉的目光便是扫视开来,沈声道,既然你们选择了圣元丰,那么从今往后,你们便是我圣元丰的弟子。 废话也不多说,如今我们圣元丰,仅有三位受益长老,而按照规矩,诸弟子可自由选择。 随着沈长老此话一落,场中顿时安静下来,诸多弟子目光悄悄地打亮着三位长老,双目闪烁,显然是在暗中思量。 而也就是在这沉默间,那位陆红长老身后,固有一道人影走出,那是一名金败弟子,气势凌厉,眼神也显得有些傲然。 他环视众弟子一圈,但笑道,在下无纲,诸位师弟应该知晓,我们陆师乃是来自剑来丰,我等一脉来到圣元丰,肩负着取回丰主印的重任。 而这个重任,圣元丰已是多年未能完成,所以看来只能落到我等身上。 诸位师弟若是有意与我等一起肩负大任,那自可入陆师门下。 他的话传开,顿时赛沈长老,吕长老那边的弟子终引起了骚动,很多弟子都是面露怒意,因为无干话语中打压他们两脉的意图太明显了。 沈泰渊长老看了一眼陆红长老,淡淡地道,贵迈的弟子,道真是言语如见,毫不留情。 陆红长老面白无虚,他笑了一声,漫不经心地道,我们见来风,本是修炼一口见气,自然直来直往,锋芒毕露,还望沈长老莫要见怪。 陈泰渊暗自冷哼一声,但也不好多说。 毕竟只派陆红一脉转入圣元峰,乃是长教以及几位丰主的决议,他也无可奈何,毕竟谁让圣元峰这些年一直都未曾完成任务。 只是如此一来,如果真让得圣元峰首席弟子落到了陆红一脉,再让得他们取回丰主印,那他们圣元峰这两脉,可真是有些颜面无光了。 陈泰渊看向吕松,后者也是无奈地摇摇头。 圣元峰毕竟不如其他六峰,这些年好的弟子,首选都是其他六峰,这自然就导致六峰越来越强,而圣元峰的弟子,则是越来越落后,甚至如今,十大圣子,他们圣元峰连一席都站不到。 在他们这边说话的时候,那吴刚的话语,已失去到了不小的作用,毕竟站在这里的诸多新弟子,其中大部分都是被强行分配而来的,所以如今见到来自建来峰的陆红长老一脉,自然是欣喜若狂,毕竟如今的建来峰,在苍璇宗内,也是极为的热门。 于是,场中弟子一片骚动后,几乎大半的弟子,都是对着吴刚所在的方向涌去。 而见到这一幕,沈长老与陆长老一脉的弟子,都是面色不好看。 那位名为吕燕的冷傲女孩,更是咬了咬银牙,有些气鼓鼓地狠狠盯着那些弟子,恼怒得道,真是一群屈炎肤式的家伙。 不要也罢,那吴刚见到这般模样,也是面露得意的笑容,然后他看向了场中剩下的弟子,而这些弟子,都是站在了周园身后,竟是要以他马首为瞻的样子。 毕竟如今的周园,乃是大典第一人,还是有些号召力,其他弟子见他也没选择,也就选择了暂时的观望。 吴刚目光扫了扫周园,眼中掠过一抹莫测的光,然后看向陆红长老。 后者双目也是微睁,淡淡地扫了周园一眼,但却并没有亲自开口,只是对着吴刚点点头。 吴刚见状,方才一笑,冲着周园道,这位师弟应该就是此次选山大典第一名了吧。 早就听闻大名了,我们陆师对你也是颇为的欣赏,虽说你这个第一,乃是从陆丰师弟手中侥幸夺来,但你若是入了陆师一脉,以陆师的心胸,自会全力教导你。 他的语气,颇为的轻挑,似乎并没有太看重周园这个所谓的第一,反而给人一种能够让你入陆师一脉,乃是你的福气的意思。 吴刚笑眯眯的盯着周园,道,你觉得师兄我说的如何?可愿入陆师门下。 而此时,那沈泰渊,吕松两位长老也是看了过来。 在他们身后,诸多弟子,包括那周太以及名为吕燕的冷傲女孩,都是将目光投射而来,显然,他们也早就知晓了这次有一个选山大典第一名来到圣远峰。 这可是很少见的事情,面对着那诸多的目光,周园也是冲着那吴刚笑了笑,道,陆师门下,交子如云,能够入其中,的确是荣幸之事。 听到周园的话,吴刚顿时笑了起来,他嘴角轻贴了一下,似乎是觉得这个选山大典第一也没什么了不起的,等以后他入了门下,到时候陆玄音师妹若是要来出气的话,倒是能够将他丢出去。 而那周太与吕燕见状,则是眼中流露出一丝失望。 吕燕更是冷声道,这次的选山大典第一,也太美鼓气了一些,哼,上一代的选山大典第一,可是苍玄宗的楚清师兄,如今的他, 以诗诗大圣子之首。 这个周园和他比起来,差了太多,说起那楚清师兄的时候,即便是冷傲如他,都是眼波犯七点点连一,似是有些轻慕。 不错,你这小子,眼光倒还可以,吴刚指着周园,笑着点了点头,道,既然如此,那以后不过,正在他肆意地指派着的时候,周园的声音,越是再度接着响了起来。 不过正因为露出门下骄子如云,所以我觉得我即便是去了,怕也只是锦上添花,所以,我觉得或许其他良脉,会更适合我一些。 吴刚的声音达然而止,他的手指还远远地指着周园,面旁上的神情,则是一点点地凝固下来。 第282章金带弟子,今时广场上,周园再度响起的声音,直接是令得场中的气氛都是陡然间凝固,一道道目光都是惊恶地投了过来。 简然众人没想到周园竟会选择另外两脉。 毕竟圣元风如今的三脉,显然是陆红一脉,更为的有优势。 不过,周园自身,对于这种选择却并没有任何的意外,因为从一开始,他就决定不会选择陆红一脉。 因为从那吴刚的言语间,以及那位陆红长老若有若无头来的视线中,周园都是敏锐地察觉到一丝敌意,而这种敌意,很有可能就是因为他与陆锋、陆玄音间的关系。 这位陆红长老,显然并不是真如那吴刚所说,心胸宽阔。 按照周园的猜测,如果他真是入了奇门下,恐怕日后不知道有着多少的麻烦,到时候那陆玄音、陆锋要来找报复的话,恐怕这陆红并不会给他半点的支持。 反而还会将他随意地丢出去,以平息陆玄音两人的怒火。 所以为了不给自己以后带来麻烦,周园必然会先将陆红一脉排除,毕竟在他看来,只要有着修炼资源,入那一脉门下,对他而言,都没有太大的区别。 拥有着破障盛文,说实在的,周园也并不是特别需要谁来指点他在原树上的修行。 而周园的拒绝,也是令得那沈泰渊,吕松长老两脉门下的弟子有些错愕,显然周园的选择同样有些出乎他们的意料。 这位师弟,倒是有些意思,周太孝道,看向周园的目光中,倒是多了一丝欣赏。 吕阴小嘴也是鼓了鼓,憋了一会,俏脸上的冷傲倒是消散许多,道,这倒是有些骨气了,两脉其他的弟子,也是对着周园投去了善意与欢迎的目光。 不过那陆红长老一脉的弟子,则是眼神不善,引有灵力地看向周园,显然他们觉得周园的拒绝,损了他们一脉的颜面。 特别是那吴刚,眼神殷勤不定,先前他还以为周园必定是拾绝的入他们一脉,但哪料到这个小字话音突然就转了,反而让得他刚才的话,变成了笑料。 你,吴刚眼神变得冷立起来,他盯着周园,阴阳怪气地道,周园师弟可真是有个性,看来你真以为得了一个选山大典第一,我路师一脉就少不得你了。 你以为每一个选山大典第一,都是苍玄风的楚京师兄吗? 他言语间,不乏讥讽之意,苍玄宗的选山大典第一不少,毕竟每一代弟子中都有,其中不乏成就惊人的弟子,但同样有不少最后泯然于众人。 吴刚先是盛气凌人的训斥一番,然后言语放缓了一些,道,周园师弟,你有一些天赋,但也莫要太过肆意妄为,你此次若是不把握这次机会,日后想要后悔恐怕就没那么容易了。 周园闻言,但笑一声,道,路师一脉,跟我并不太适合,吴刚师兄就不用再说了。 这吴刚话语之间,总是暗藏威胁,这令得周园颇为不喜,所以也就懒得再多说了。 吴刚眼神一冷,面色很是不好看,他还想再说什么,但却是见到陆红长老睁开了眼睛,神色淡漠地对着他挥了挥手,于是他就闭了嘴,眼神狠狠地扫了周园一眼。 既然他不愿,那便算了吧,我们下弟子,不缺一位所谓的选山大典第一。 陆红淡淡地道,他并没多看周园一眼,因为在他看来,周园不来他门下,无疑是自损前途,等以后此人尝到苦头了,自然会知晓今日的选择有多愚蠢。 而且,一个选山大典第一而已,那不过是外山弟子中的第一,而如今的内山,哪个弟子不是千挑万选,这周园恐怕要不了多久,就会知晓什么叫做泯然于众人。 原本他对周园那选山大典第一,还算是有一丝兴趣,所以若是能够收入门下,到时候让他去和陆玄英陆丰道个歉,也能好好教导一下,但眼下看来,此人太不识去了。 吴刚清楚陆红的性子,听其言语,就知道周园的举动恶了陆施,当即露出幸灾乐祸般的笑容。 不过周园却并未理会这些,这个陆红,他打心眼的不喜欢,这如果投入其门下,未来不知道有多恶心。 于是,他的目光直接转向了沈泰渊与吕松两位长老,抱拳道弟子怨入两位长老门下。 沈泰渊与吕松对视一眼,神色都是有些缓和,因为他们也没想到,周园竟会拒绝陆红一脉。 沈泰渊冷肃的面庞松下来许多,他为人严厉古板,不过对弟子却是极为的认真,所以在圣元峰中,诸多弟子都是对他又惊又怕。 他看向吕松长老,道,吕长老觉得如何? 吕松长老一笑,道,能够获得选山大点第一,自然是个好苗子,老夫也是心动,不过你也知晓我这被懒的性子,这小家伙在我这里,怕是会被耽搁掉。 吕松长老知道,沈泰渊一直对于陆红长老介入圣元峰感到耿耿于怀,不过因为前些年的失败,他也只能接受掌交他们的安排。 沈泰渊虽然严厉古板,但对于门下弟子,的确是尽心尽力,只是苦于他们圣元峰难得找到好苗子的弟子,所以沈泰渊教导出来的弟子,总是难以与其他方相比。 如今好不容易出来了一个选山大点第一,而且还不去陆红那边,吕松知道,沈泰渊虽然表面上平静,但心中定然很是心动的。 因为他知道,沈泰渊必然不会死心,定要和那陆红分个高低的。 所以,这个小家伙,若是入了沈长老门下,应该是最好的选择。 吕松笑道,沈泰渊文言,眉毛动了动,不过那张面旁依旧有些古板,他沉默了一下,然后对着吕松点点头。 既然如此,那你日后,便入我门下巴,我自会认真教导你。 沈泰渊望着周元,声音低沉的道。 周元抱拳对着沈泰渊行了衣礼,望着行礼完毕的周元,沈泰渊严肃的脸庞上, 也终于是浮现出一抹笑容,他手掌一挥,一道金光落向周元,化为了一道金色带子。 金带上引有复杂的纹路,散发着奇特的波动,竟是能够吸引天地间的元气汇聚而来, 显然是鸣刻了聚灵原文,算是一件能够辅助修炼的元宝。 你乃是悬山大典第一,所以在此赐你金带。 沈泰渊的声音,少有的变得和蔼了许多。 借审师,周元在那一道道艳线的目光中接过金带,他知道,从现在开始, 他正式地成为了苍旋宗内山的金带弟子。 第二百八十三张紫园洞府,金色绸带缠绕在周元的腰间, 其上有着复杂古老的纹路若隐若现,周遭天地间的元气, 也是一缕缕地涌来,最后轻润进入他的身体中。 周围诸多弟子,也是一眼带艳线的望着, 他们知晓,这金色绸带,不仅对修炼大有弊意, 而且还代表着身份与待遇。 周元缠上金带,便是立于一旁。 而此时,沈泰渊、吕松、陆洪三位长老目光忽然一转, 看向了广场中那道最为动人的倩影。 自然便是夭夭,夭夭身穿淡青长裙,容颜绝美, 那精致的五官犹如湿化出来的一般, 找不出丝毫的瑕疵,特别是那对眸子,清澈空凌, 一种淡淡的距离感散发出来,让得人有种不感谢毒般的感觉。 夭夭刚出现时,这广场上便是有着许多的目光在悄悄地投来, 一些窃窃私语,也是在暗中的传递。 这也长得太漂亮了,气质也是如此的出众, 他是谁啊,如此容颜气质, 简直比雪连峰的李清禅师姐还要胜一分。 他们倒是有点相似,都是有点冷,不一样不一样, 李清禅师姐虽然平日里如冰山一般, 不过那是外冷内热,但眼前此女, 却是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冷淡, 似乎对任何失误都是漠不关心, 这种冷,根本让人无法触及。 七,搞得你很懂一样, 不过不管如何的窃窃私语, 但显然,那每一道目光看向夭夭时, 都是充满着经验, 甚至如履烟这般对自身容颜颜颇为自信的女孩, 都是说不出话来。 看来自此以后, 圣元峰第一美人的地位, 夭夭是要坐实了。 周小夭,你的情况特殊, 白眉丰主已经派人传过话, 你不必入我三人门下, 不过你平日依旧可以居住于圣元峰。 沈泰渊沉吟了一下, 忠实地开口说道, 他们对于夭夭显然也已经知晓, 同时他们也知道林文峰那位丰主对他前所未有的看重。 其实, 他们也很不明白, 为何夭夭执意要来圣元峰, 以他的天赋, 若是去了林文峰, 那位白眉丰主真是会把他当小祖宗一样的攻着。 倒是听说他是因为周园而来, 只是这个女孩浑身上下散发着一种疏离冷漠, 难道还真是喜欢周园不成? 他们想了想, 都是无法得到答案, 夭夭闻言, 则是无所谓的点点头, 毕竟他留在圣元峰, 也只是因为保护周园, 而眼前的三位长老, 在他看来都没有教导他的资格。 而随着周园, 夭夭都已是有了结果, 接下来那些剩下的弟子, 也是开始做出选择, 其中大部分, 都是跟随着周园, 入了沈长老与吕长老门下。 这一番分配下来, 或许是因为周园带头的缘故, 入沈泰渊门下的弟子, 数量竟是不比陆红那边少多少。 于是, 当最后一名弟子分配完毕, 先入门的弟子, 便是被彻底的分瓜了。 三位长老, 以吕松长老那边人数最少, 不过这位长老的确是个被揽的性子, 没有多少争夺的意思, 显然斗志不高。 而沈泰渊长老与陆红长老间, 则是充满着彼此的较量, 他们两人门下的弟子, 数量最多, 但显然, 陆红长老那边的弟子质量要偏高一些, 毕竟他来自建来峰, 底运总比沈泰渊长老强。 弟子分配完毕, 那陆红长老便是直接起身, 并没有打算跟沈泰渊, 吕松两位长老说什么, 就要离去。 不过就在此时, 沈泰渊沉默了一下, 忽然开口道, 陆长老紧留步。 陆红脚步一顿, 转过头看了沈泰渊一眼, 淡淡地道, 沈长老还有事。 沈泰渊犹豫了一下, 道, 我想和陆长老商量一下我们圣元峰那最后一座紫园洞府。 陆红双目微眯, 旋即四笑非笑地扫了周园一眼, 略有讽刺地道, 沈长老可真是爱财啊, 竟然连紫园洞府都想给他准备好。 不过, 他一个刚入门的金带弟子, 配得上这般待遇吗? 周园文言, 也是微证了一下, 有些压抑地看向沈泰渊。 在这几天中, 他对内山的信息也是知晓了许多, 凡是内山弟子, 都将会赐予一座洞府, 这座洞府, 就犹如外山弟子的小楼一般。 只不过洞府显然比小楼更加的珍贵, 每一座洞府, 都是拥有着一道拳眼, 其中能够源源不断地冒出精纯的元气, 在此修炼, 能够对修炼大有弊益。 而所谓的洞府, 也分有等级, 与弟子等级相等, 分为最低的黑原洞府, 金原洞府以及最高级别的紫园洞府。 按照正常情况来说, 紫园洞府, 乃是紫带弟子才能够享用的。 所以当周园听到沈泰渊竟然打算赏赐他一座紫园洞府时, 也是相当的惊讶。 沈泰渊缓缓地道, 配不配得上, 老夫自有评估。 陆宏讥笑一声, 摇了摇头, 道, 沈长老你就不要多想了, 我们圣元封主封被封印, 许多紫园洞府也无法开启, 数量有限, 而按照我们的规矩, 三脉已五分洞府, 之前十九座都已分配完毕, 这最后一座, 我倒是势在必得。 你们一脉, 所有紫带弟子, 都已有了紫园洞府。 沈泰渊面色微沉地道, 陆宏冷笑道, 既然你都觉得一个刚入内山的弟子 有资格想用紫园洞府, 那我这边的弟子难道就没资格吗? 沈泰渊面色难看, 但还是忍住气地道, 老夫可以用其他条件, 换取这座紫园洞府。 然而陆宏直接摆了白手, 毫不客气地道, 不用了, 我已经说过, 这座紫园洞府, 我实在必得。 他略带着机潮冷意的目光, 扫了一眼周园所在的方向, 他当然知道沈泰渊想要将这座紫园洞府赏赐给周园, 但他偏不要让周园如愿。 简然, 先前周园选择投入沈泰渊门下, 虽然陆宏表面没有表露什么, 但无疑还是有些怀恨在心。 而且, 周园毕竟是大点第一, 具备着一些潜在威胁, 因此如果能够将他的修炼资源削减一些的话, 那也是能够降低威胁强度。 所以, 陆宏绝不会让这最后一座紫园洞府落在周园手上。 陆宏暗自冷笑, 既然你沈泰渊如此看重周园的话, 那就把你其他弟子的紫园洞府赐给他吧, 只是如此一来, 看你会不会含了诸多弟子的心。 周园望着这一幕, 尾头也是皱了皱, 这陆宏的心胸, 他算是见识到了。 沈师, 紫园洞府虽好, 但也不必急在一时, 以后自有机会。 周园抱拳道, 不过沈泰渊却是摇了摇头, 道, 我自有分寸。 看这模样, 性子顽固的他显然还是不愿意放弃。 见到双方气氛不对, 那吕松长老也只得站起来, 道, 既然你们都不想让, 那就一切还是按照规矩来吧, 以五分洞府。 一个月后, 便是洞市, 到时双方谁赢了, 那最后一座紫园洞府, 自然就归水。 听到此话, 陆宏冷笑一声, 直接拂袖而去。 那就一月后见真章吧, 点, 只是, 他在那离去时, 对着周园投去了一道冷潮目光, 虽未说话, 但周园却是能够感受到他眼神中蕴含的意味。 那座紫园洞府, 你没资格拥有。 第284张洞市, 随着陆宏一脉离去, 广场上的气氛倒是变得松缓了下来, 不过沈泰渊面色还是有些不好看, 显然也没料到这次他仗着老脸开口, 结果陆宏还是半点颜面都不北。 一旁的吕松长老上前来, 无奈地叹道, 你明知小此人看不起我等, 为何还要开这扳口? 他看了周园一眼, 其实心中也是明白, 沈泰渊收了周园入门, 心中应该也是极为的看重, 所以才想给他创造最好的修炼条件。 而那紫园洞府显然是必须之物, 沈泰渊面色阴沉, 道,小人得志, 吕松摇摇头, 问道,那洞市, 你可有把握。 沈泰渊文言, 面色有些灰暗, 原本圣元峰的洞府, 都是由他与吕松两脉独占, 但自从一年前陆红一脉邮件来风转来后, 圣元峰便是未曾再平静过, 因为陆红一脉也需要洞府, 所以洞府归属就得重新来算。 而这洞市, 便是由此而来, 所谓洞市, 其实就是争夺的双方各派三位弟子, 以五分高低, 最终胜者便是能够获得洞府的所有权。 这一年来, 陆红一脉, 发起了不少次数的动势, 基本上是赢多数少, 毕竟他这一脉的弟子质量, 的确要胜过沈吕两脉。 而如今, 紫园洞府还胜最后一座, 所以陆红一只对其虎实单单。 这最后一座紫园洞府, 沈泰渊自然也是有所寄予, 但他确实知晓, 恐怕他这一脉, 已经无力与陆红一脉争夺。 因为按照规矩, 一年内, 每一位弟子都只能参加一次动势的争夺, 而如今, 沈泰渊门下, 强如周泰等实力强悍的弟子, 都在之前争斗最为激烈的时候出过手了, 所以这场动势, 他唯有派一些金带弟子去争。 虽然陆红那一脉的子带弟子, 同样都早已出手, 但沈泰渊确实知晓, 陆红门下, 还有好几位实力异常强横的金带弟子, 卢纳吴刚。 相比起来, 他这一脉的金带弟子, 略有不及。 所以, 那一个月后的动势, 沈泰渊心底也没有太多的信心。 要不就再等等吧, 等明年年初, 就能重新开始争夺了。 吕松也是知晓这种情况, 所以低声道, 沈泰渊面色变换了一下, 但最终还是有些顽固的摇摇头, 道, 我会想办法的。 话音落下, 他也就不再多说, 对着吕松摆了摆手, 然后扫了周元他们一眼, 便是抬步而去。 周元师弟, 日后大家就是师兄弟了, 周太冲着周元笑了笑, 看上去他是一个性子颇为耿直的人。 周元也是笑着抱了抱拳, 道, 见过周太师兄。 周太道, 沈师虽然看上去不太好接触, 但他对你却是很重视的。 周元轻轻点头, 虽说与沈泰渊未曾接触太久, 但先前对方的作为也是落入他的眼中, 后者与陆红起冲突, 显然也是为了帮他夺得那最后一座紫园洞府, 好有利于他的修炼。 这倒是让得他略微的有些触动, 毕竟, 若是换作一个正常的人, 恐怕也不会太愿意为了一个弟子去得罪一个地位相当的长老。 周太师兄, 若是此事难做的话, 就劝劝沈师不必做了吧。 周元说道, 虽然暂时还不是很清楚情况, 但他却是能够感觉得出来, 那洛洪似乎对沈泰渊想要争夺那一座紫园洞府相当的不屑。 简然这是因为他觉得胜券在握, 周太则是苦笑一声, 道, 既然沈师这么决定了, 那恐怕就不好劝了, 他的性格。 没人劝得动, 他旋即拍了拍周元肩膀, 安慰道, 此事你就不用操心了, 如果不是我之前已经参加过洞事, 那我就出手帮你将那最后一座紫园洞府夺来了。 周元文言点点头, 也就不再多说什么了。 诸多弟子对着吕松长老行了一礼后, 便是跟随着沈泰渊长老远去。 吕松望着沈泰渊他们离去的身影, 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道, 这个沈老头, 看来对那个周元小家伙还真是很重视啊, 为了帮他夺得那最后一座紫园洞府, 竟然还要跟陆洪去硬碰。 吕燕迈着长腿走过来, 道, 那沈长老能争过吗? 虽然三迈都有所竞争, 但他们一迈与沈泰渊一迈终归是多年相处, 而陆洪一迈, 却是空降过来, 而且手段太过霸道, 所以从情感上来说, 他们自然是希望沈泰渊一迈能赢。 吕松摇了摇头, 道, 南, 陆洪门下的弟子, 的确质量不错, 即便如今的那些紫带弟子都已出过手, 但一些金带弟子, 同样不可小觑, 如那吴刚, 即便是太初进五重天中, 都是佼佼者, 而沈老头这边的那些金带弟子, 怕是难以找出能够与其抗衡的。 那个周元能够成为选山大典第一, 应该有些本事吧? 不知道他会不会出手, 一旁一位紫带弟子笑着道, 吕燕文言, 却是轻轻撇了撇红唇, 道, 你倒也是太高看了他, 选山大典第一, 也只是相对于那些外山弟子, 如今这时内山, 哪里有他逞威风的资格, 先老老实实地修炼一两年再说吧。 他道并非是轻士, 只是施青的确如此, 周元在那大典上尽全力打败的陆锋, 也不过只是太初近四重天顶峰, 而如今内山哪个金带弟子不是这般实力? 一些优秀的金带弟子, 更是踏入了五重天, 如那无纲, 更是强横, 就算是在圣元峰诸多金带弟子中, 都是排名靠前的存在。 所以在他看来, 周元天赋虽然不弱, 但刚入内山, 怕是没能耐插手诸多金带弟子间的争斗, 现在, 还是先老老实实修炼吧。 那位子带弟子闻言, 也是笑了笑, 他先前所言, 也是玩笑居多, 眼下见到吕燕反驳, 自然也是点头道, 师妹说的是, 往年的选山大典第一名, 也不是没有后来归于平凡, 泯然众人的, 毕竟不是所有人都能如楚清师兄那般妖孽。 吕燕白了他一眼, 有些不满的道, 可别随随便便就拿人来跟楚清师兄比较行吗? 当初楚清师兄进入内山不到一年, 可就直接成为了子带弟子, 那晋升速度, 无人能及。 他显然是楚清的忠实崇拜者, 自然是觉得后者无人能及。 呵呵, 是是, 是我不对, 不该拿师妹的偶像乱和人比较, 那周元虽然同为选山大典第一, 但怎可能和楚清师兄相比? 那子带弟子笑道, 拱手致歉, 吕燕这才满意的点点头, 听得两人的话, 吕松长老也是笑了笑, 未曾多言, 挥了挥手, 转身而去。 走吧, 期望音乐后的洞室, 沈老头不会输得太难看吧, 不然大半年恐怕都要见不到这老家伙笑一下了, 第二百八十五张曹诗。 周元师弟, 这座金元洞府, 往后就暂时是你的地方了。 周太站在半山腰处, 指着不远处的一座在绿荫葱间的洞府, 笑道。 周元台幕望去, 只见得一座洞府开闭于山间, 阳光通透, 在那悬崖峭壁间, 有着瀑布宛如银河般的垂落下来, 同时有着石亭楼阁在峭壁上开闭出来, 显得极为的幽静, 大气。 这般住所, 比起在外山的小楼, 不知道好了多少倍。 而且最为重要的是, 周元能够感觉到, 在那洞府中, 有着精纯的天地元气萦绕, 在此长久的居住, 对于修炼显然也是大有弊意。 呵呵, 周元师弟, 沈师真的看重你啊, 要知道一座金元洞府, 不知道会引得多少金带弟子争夺, 你这刚进门, 就能够获得一座, 足以献煞旁人了。 周太感叹道, 不过周太性格显然颇为大气, 倒没有显露出什么不平衡, 而且他毕竟是沈泰渊门下大弟子, 早已拥有了紫园洞府, 也犯不着嫉妒。 周元点点头, 苦笑道, 沈师这般看重, 倒是让我有些忐忑了。 其实他也没想到沈泰渊会对他如此的看重, 这反而搞得他有些忐忑。 周太摇了摇头, 道, 周元师弟你是不知道咱们圣元方, 的情况, 以前入门的弟子, 凡是优秀一些的, 基本都被其他六丰所抢走, 留给圣元方的, 说实在, 不能说是歪瓜裂枣, 但却只能算是普普通通。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圣元方自然是不可能与其他六丰相争, 道德如今, 十大圣子, 甚至没有我们圣元方一席之地。 吕松长老以前也不是这般的悖蓝, 但在屡屡失败后, 也是失去了斗志, 开始得过且过, 也完全没有了重振圣元方的雄心。 审师性格有些顽固, 倒是咬着牙不肯放弃, 可如今陆红一脉, 强势介入圣元方, 也是给了审师很大的压力。 毕竟如果真让陆红一脉夺了圣元方首席弟子, 再取回了封主印, 那我们这两脉弟子, 可真的是在苍玄宗有些抬不起头了。 周泰也是苦笑一声, 道, 审师对你如此看重, 其实也是因为他没有选择了, 他只能在你身上赌一把, 毕竟你好歹是选山大点第一, 谁知道, 你不会是第二位楚清呢。 提及楚清的名字, 就算是周泰, 眼中都是略过一抹叹符之色。 但他也知道, 出现第二位楚清的可能性有多低, 那一位, 可是惊念了整个苍玄宗, 稳居是大圣子之首。 周元虽然也是大点第一, 可这些年来, 大点第一出了不少, 可却只出了一个楚清。 周元默默地点了点头, 在其身后, 夭夭明眸望着这座金圆洞府, 道是颇感满意, 他也没理会周泰, 抱着吞吞, 便是漫步而进, 显然是将此地当作了他的地盘。 周泰见状, 道是眼角跳了跳, 他如何不知小夭夭身份的特殊, 只是之前他也没想到 夭夭和周元的关系如此的亲近, 竟然能够同住一个洞府。 于是, 他冲着周元黑黑一笑, 道, 周元是地, 变幅可视不浅呢。 周元瞧得他那一副男人都懂的表情, 便是知晓他误解了, 不过他也解释不了, 毕竟他与夭夭的关系的确颇为特殊。 夭夭的性质太过的冷淡, 那是一种对任何事物都漠不关心的漠然, 他就犹如一个超然般的存在, 冷眼观看着众生。 以前的他, 或许只是将苍渊师傅当作了亲人, 而经过这些年的相处, 周元也能够算作一个, 但感觉地位也只是与吞吞相当。 因此, 周元心想, 如果他现在真想要和夭夭发展点什么的话, 可能会被他直接用原文活活地打死。 所以面对着周太的调侃, 他只能无奈地笑笑。 周太也没有多说, 叮嘱了一番后, 便是道, 这三天时间, 你可以在圣元峰到处逛逛, 适应一下, 不过三天后太初炎上的早课, 你不要耽搁了, 这是咱们进入内山后最大的好处。 太初炎, 周元有些疑惑, 不过周太没有多解释, 只是神秘地笑道, 你到时便知晓了。 他转过身, 当于离去, 忽然犹豫了一下, 道, 周元师弟, 最近你要稍微多注意一些, 尽量低调, 周元一正, 什么意思。 周太无奈地笑笑, 道, 沈师对你太重视了, 其他师兄弟, 恐怕会有些不平衡, 其实连我都对你有点羡慕, 更何况其他人。 的确, 周元虽然是选山大点第一, 但这毕竟才刚入门, 资历尚浅, 毫无功绩, 但沈师不仅直接赐予了金元洞府, 而且还在努力地为他争取紫元洞府, 这落在其他的弟子眼中, 怕使心头很容易感到不平衡。 周元文言, 默默地点了点头, 周太见状, 也就不再多说, 直接脚踏元气云朵升空而起, 迅速远去。 周元立于原地, 他望着周太远去的身影, 眉头微皱了一下。 他自然也是知晓, 沈师对他的重视, 的确很容易惹得其他弟子对他心怀嫉妒, 不过说到底, 还是那些弟子觉得他并不配这种重视以及待遇罢了。 他双目微眯, 他来到苍玄宗, 本就是为了变得更强, 拥有着对付武王的实力, 而如今, 那座紫元洞府对他大有弊意, 说实话, 他自然也是心动。 所以, 他并不打算因为别的弟子不平衡, 就主动将其放弃。 之前会婉拒, 只不过是不清楚情况, 不想平白受人恩惠罢了。 他眼光流转, 沉默了片刻, 什么也未曾说, 直接就转身进了洞府。 不过, 对于周泰所说的低调, 他却有些不知可否, 因为他知道, 这种事情, 光是低调, 恐怕并没有任何的作用。 别人若是不服, 那就直接打服吧。 一座洞府中, 有着十数道身影盘坐, 隐隐地有着不满的声音传出来。 沉诗也太不公平了, 那周园一个矛头小子, 就算侥幸得了那大点第一, 也不过只是出入内山而已, 竟然直接将金元洞府就赏赐给他了。 就是, 那座金元洞府明明就是曹师师兄看中的, 结果就这样被抢了。 关键是那一个月后的洞市, 看沉诗这样子, 到时候恐怕还会派我等出手, 但若是赢了呢? 那座紫元洞府恐怕反而会落在周园手中。 那小子凭什么, 凭他是选山大点第一吗? 又不是没见过, 众多弟子交杯碰盏, 皆是在发泄着心中的不满。 而众人中, 有一名长发青年面色显得格外的阴沉, 正是那名为曹师的弟子。 那座金元洞府, 他看中许久了, 一直在存原欲打算换取, 结果如今却是被审视随意地赏赐给了一个新入门的弟子, 他如何能忍受得了? 曹师冷笑一声, 道, 一个刚入门的弟子, 想要骑到我头上来, 恐怕没那么容易。 曹师兄打算怎么做, 曹师眼睛眯了一下, 但笑道, 如今咱们一脉的金带弟子中, 还能够参加动事的并不多, 如果不出所料, 或许我会是其中一个。 我会联合一些师兄, 他们也觉得审视对那个小子的重视有些太过了, 到时候我们可怜明提出建议, 若是要我等出手参加动事, 那就必须定下约定, 此人动服可不能就这样给了那个矛头小子。 此言一出, 顿时众人负贺, 曹师兄说得不错, 那周人或许有些天赋, 但现在他终归只是刚入门, 终归应该要先让他知道什么是礼仪尊卑, 在我等面前, 他只是一个毫无资历的入门弟子而已。 没错, 见到众人义愤填膺的模样, 曹师脸庞上也是浮现出一抹笑容, 举起杯盏, 一饮而尽, 然后他抬起头, 望向远处的方向, 眼中掠过一抹冷笑。 亲来的小子, 我会让你知道, 刚入门, 就算是审师重视你, 你也得懂得什么叫做规矩。 第286章金代第三, 三日时间, 眨眼急过, 经过三天时间的适应, 周远也是渐渐地熟悉了圣元峰, 而同时, 他也是真切地开始察觉到洞府所带来的好处。 在内山中, 每一位弟子都是拥有着洞府, 只不过等级不同。 而每一座洞府, 都是连通着一座圆山, 但显然等级更高的洞府, 连通的圆山等级也更高。 在洞府深处, 有着一口泉眼, 而这就是连通圆山的地方。 泉眼中, 无时无刻都是有着磅驳精纯的天地元气源源不断地涌出来, 最后形成了淡淡的雾气, 充斥在洞府中。 在这种地方修炼, 效率显然不是在外山数万人在同一座圆山上修炼可比的。 所以在这座金银圆洞府中, 周圆仅仅三日的时间, 便是察觉到体内的元气有所精深, 这才让德他体验到, 内山地子与外山地子究竟有多大的差距。 不过洞府虽好, 也是要有所付出, 据说洞府可以以元玉换取, 金元洞府的价格, 在一万元玉左右, 同时换取后, 每一个月都要缴纳数百元玉作为维护。 这显然是一笔很高昂的价格, 但好在内山地子的待遇也比外山地子更高, 每月领取的元玉, 也有着上千枚左右。 而且内山的杂事格, 也能够领取任务, 盗筹也更为的丰厚, 如此这些内山地子, 才能够维持住洞府的开销。 周元对此, 倒是没什么压力, 之前教授元术, 他大赚了一笔, 再加上这座金元洞府是审失职皆赏赐他的, 所以就省去了一万元玉, 只需要负责平日的维护开销即可。 在他看来, 只要能够对自身修炼有弊益, 元玉只是身外之物罢了。 而在金元洞府中修炼了三天, 反而也让德周元对那更高级的紫元洞府生出了一些兴趣。 金元洞府就已经如此厉害了, 那紫元洞府又该到了何种程度? 而且据说, 如果成为十大圣子的话, 甚至能够独自享用一座原山, 那一座原山上都只有一座洞府, 整个原山的元气都只提供给那一座洞府, 在那种地方修炼, 怕是会更加的迅猛。 那种洞府也被成为圣子洞府, 彼此元洞府还要高级。 当然了, 那种级别的洞府, 就算是神长老他们都没资格赐予, 必须要亲养长教以及五位丰主同时决议。 不过圣子洞府对于周原还有点远, 眼下, 他决定还是先将那座紫元洞府弄到手中。 沈泰渊对他的重视, 这几天他也是想明白了, 既然前者针对他如此的重视, 那他也没必要谦让, 他知道沈泰渊的目的, 无非便是指望着他这个大典第一能够有所不同, 在给予一些培养后能够展现出潜力, 自诸多弟子中脱颖而出, 最终成为圣元丰首席弟子, 取回封主印, 让得他们一脉扬眉吐气。 而这个目的, 和周原的目的完全相合, 毕竟, 他想要得到第二道圣文, 就必须进入那座被封印的主峰。 今日的早课, 你去吗? 洞府中, 周原准备完毕, 目光投向了不远处, 那里的山壁处, 外边便是云雾缭绕的深涯, 而遥遥悠然地坐在一道曼腾所做的秋千上, 抱着吞吞, 眸子只是盯着手中的一卷补及上。 阳光透过云雾照耀下来, 落在他的身上, 本就白皙如玉般的肌肤, 更是犹如泛着光泽, 晶莹剔透, 这一幕惊艳无比。 但周原对此早已免疫, 听到周原的声音, 摇摇眸子微抬了一下, 便是懒懒地摇摇头。 不去, 他对于修炼, 似乎并没有太大的兴趣, 周原对这个回答并不意外, 所以点点头便是脚踏元气云朵升空而起, 直接对着那所谓的太出炎而去。 在半途时, 他又遇见了沈万金等一众刚入内山的新弟子, 一起同行时, 倒也是热闹。 十数分钟后, 他们的速度都是减缓下来, 目光望向前方, 只见得那里一座飓风撕裂了云霄, 在那飓风最顶部, 似乎是一座巨大的青色岩石。 那座岩石与飓风格格不入, 显然是以外力强行般来, 想来这座巨岩, 应该便是太出眼了。 而在青色巨岩上, 矗立着一座青色大殿, 而此时, 有着诸多元气云朵吉利而来, 陆陆续续地落向那座大殿。 周原等人也是落向青色大殿, 只见得大殿上方, 有着三个古朴仓境的大字。 九道殿, 周原等人步入大殿内, 只见得大殿内部, 宽敞宏大, 而此时, 大殿内, 能够见到以阶梯状延伸下来, 在那最高处, 盘坐着一道身影, 正是沈泰渊长老。 而对着下方延伸开来的宽敞阶梯上, 则是有着一座座古老的蒲团。 这些蒲团, 分为三种颜色, 紫、金、黑。 紫色蒲团居于最上方, 最为地靠近沈泰渊, 金色蒲团其次, 黑色蒲团居于最下方。 简然, 这蒲团应该也是对应着弟子的等级。 周原目光扫过蒲团, 能够隐隐地感觉到, 似乎有着一种奇特的波动在散发出来, 显然并不简单。 紫色蒲团只有八个, 此时上面已是有着八道身影盘坐, 为首的便是周泰, 显然他们便是沈泰渊门下的八位子带弟子。 当周原进入大殿时, 诸多目光投射而来, 周泰倒是对着他和善的一笑, 不过其他弟子, 神色便是有些莫名。 特别是靠近周泰身旁的两三位子带弟子, 目光带着一些审视与锐利, 打量着周原。 周原, 你坐此处吧! 陈泰渊也是见到了周原, 不过他的神色还是一片冷素, 古板得犹如石头般, 他伸出手指指了指下方。 那个位置, 在金色蒲团中, 位居第三, 陈泰渊的举动, 顿时在大殿中引起了滴滴的哗然声, 诸多弟子都是眼带艳羡之色。 因为这里的蒲团, 并不是随随便便乱做的, 越是靠前, 好处越大, 同时那也代表着地位, 那第三个金色蒲团, 便是代表着金代弟子第三席。 做了上去, 就算其他入门更早的金代弟子, 只要排名在第三后的, 都要称呼周原为一生师兄。 在内山, 无疑是等级更为的森严, 远不是在外山那般以年龄来区分的松懈环境可比。 不过正常来说, 新入门的弟子, 大多都是只能靠后, 老老实实地排在诸多老弟子后面, 慢慢地提升, 而像周原这种, 一入门就直接赐予金代弟子第三席, 倒是少见得很。 周原也明白这些, 不过他也是想通了, 既然沈泰渊把他当最后一根稻草一般的记忆厚望, 那他也没必要太过的谦逊, 任何的好处直接收了, 到时候再还便是。 于是, 他便是直接无视了那诸多沈氏, 质疑的目光, 直接走向了那第三座金色蒲团。 不过, 在他走到第三座金色蒲团时, 他忽然察觉到一道充满着敌意的目光。 他顺着看去, 只见得在那第四座金色蒲团上, 一名长发青年此时正面色阴沉地望着他, 正是那名为曹师的青年。 因为原本那第三席的位置, 是他的, 但今日, 却是被让给了周原。 陈泰渊对周原的这种重视, 让得他心中极为的极度与不甘, 周原是大典第一步假, 但那又如何? 往年的大典第一, 最终又不是没人最终被诸多弟子超越, 归于平凡的。 难道沉思就那么有信心, 指望眼前的周原, 能够成为第二个楚清? 可是, 他可以跟楚清相比吗? 第287章主动请櫻, 对于那一道道充满着沉思, 质疑的目光, 周原视而不见, 至于那面旁阴沉的曹师, 他也并没有多少理会, 直接迈不上前, 最后在那第三席的金色蒲团上盘坐下来。 而见到周原如此不客气, 一些弟子都是微微皱眉, 显然是觉得这个新来的弟子有些骄狂了。 如此作为, 就算是沈思极为看中他, 那也只不过是看中他有可能拥有的潜力而已。 至于现在, 在他们看来, 不过太初进二重天的周原, 根本没有坐在那个位置的资格。 不过, 毕竟这是沈思的安排, 所以他们即便不满, 但还是忍耐了下来, 只是冷眼看向周原。 曹师也是深吸了一口气, 压制着心中的怒意, 但那看向周原的眼神, 愈发的阴沉。 于是, 整个大殿内, 气氛有些诡异的压抑, 居于高处的沈泰渊自然也是察觉到了这股气氛, 眉头微皱了一下, 他如何不知晓他如此重视周原, 必然会引得一些弟子不平衡。 但他却已经没有太多的办法了, 圣元峰已经很多年没有获得一位选山大点第一的弟子了, 如今好不容易遇上一位, 沈泰渊也只能试一试了。 他如何不知道, 想要再碰见一位类似那楚清般的爵士交辞有多困难, 可在毫无退路的情况下, 他没有其他的选择。 于是, 沈泰渊很快坚定了心态, 目光扫视开来, 沈生道, 一月之后, 便是与陆红阴脉的动势, 这关系到最后一座紫园洞府, 所以不容有失。 因为紫带弟子都已出手, 所以此次, 将会派遣金带弟子出阵。 同盟, 攀松, 曹诗, 我欲派你三人出阵, 同盟, 攀松, 正是如今金带弟子第一, 第二席, 而曹诗, 则是第四席, 算是金带弟子中实力最强的三人。 沈泰渊的声音落下, 不过却并没有立即引来应答声, 只见得那同龙, 攀松两人目光有些闪烁, 而曹诗隐晦地看了他们一眼, 然后深吸一口气, 开口道, 沈诗, 我等愿意出阵。 沈泰渊古板的脸庞上微微松动, 不过还不带他说话, 曹诗便是再度道, 只是不知我等若是侥幸赢了, 这紫园洞府, 应该如何分配。 沈泰渊眉头皱了皱, 在三日前, 他的意思就很明显了, 那座紫园洞府是为了周园准备的, 如今曹诗还明知顾问。 我打算赐予周园, 沈泰渊淡淡地道, 曹诗眼角冲动了一下, 咬牙道, 虽然有些不敬, 但沈诗此举, 未免有些太不公平了, 我等辛苦出战, 为何却是周园受益? 按照规矩, 紫园洞府的归属, 应该是从出阵的三人中挑选其一才是, 哪有外人坐享其成的道理? 曹诗的话一出, 顿时引得一些弟子暗暗点头。 沈泰渊的面色微微难看, 沈声道, 你是在质疑我吗? 曹诗连忙抱拳道, 弟子不敢, 只是我等为了圣元峰, 也是付出诸多辛劳, 我们也知道沈诗的压力, 所以若真是有人能够挑起大梁, 我们自然是权力支持, 只不过有些人, 恐怕担不起沈诗的重任, 平白浪费了诸多诗兄弟的众望。 他声音义正言辞, 却是暗指周元并没有让沈泰渊如此重视的资格与能耐。 沈泰渊面色越来越沉, 而就在他要呵斥曹诗时, 忽有声音再度响起, 沈诗勿要动怒, 曹诗师弟虽然鲁莽, 冒犯沈诗, 但却并无恶意, 周元师弟是选山大典第一不假, 但终归还是稚嫩了一些, 若是再等一两年, 那时,无人再有异议,沈泰渊顺着看去, 只见得在那周泰身旁, 一名男子面容诚恳地开口说道, 此人名为张眼, 乃是此代弟子第二席, 仅次于周泰。 周元也是平静地看了张眼一眼, 后者虽然话说得还算好听, 但潜在意思也很明显, 那就是说现在的他, 并没有资格拥有紫园洞府。 他无疑也是支持曹诗的, 而张眼在这一脉弟子中显然也是有所威望, 所以当他一开口时, 顿时有着其他一些弟子纷纷出言附和, 一时间大殿内颇为的热闹。 特别是除了张眼外, 还有这两三位子带弟子也是表示赞同, 这样一来, 反对的声望就更大了。 在那大殿后方, 沈万金这些新入门的弟子, 则是眼神有些担忧, 远远地望着前方周元的身影, 他们也是没想到, 竟然会有这么多弟子反对。 今日的事若是搞不好, 恐怕会令得周元声望受损。 不过他们也知道, 在这种场合, 他们这些新入门的弟子, 根本就没有什么话语权。 不仅是他们, 就算是沈泰渊面对着这一幕, 眉头都是紧紧皱起来。 他倒是可以力压众人, 可到时候出阵还要靠曹诗三人, 若是他们心不在此, 那更是没有多少的胜算, 平白地将那座紫园动腹拱手相让。 大殿中, 沈泰渊沉默了半赏, 然后他缓缓地看向周元, 道,周元, 你觉得呢? 当曹诗听到此话时, 嘴角便是掀起一抹难以察觉的得意之色, 显然, 沈泰渊也无法忽视这么多弟子的反对, 先前的坚持, 开始有所松缓。 于是他眼角于光略过周元, 心头冷笑一声。 这个小子, 还是太嫩了, 真以为沈诗看中你, 你就能够不懂规矩了吗? 要将你搞下去, 也就翻掌尖的事情而已。 今日这一切, 显然都是他施展手段促使而成。 在那诸多目光的汇聚下, 周元的面容始终都是颇为的平静, 特别是曹诗那种敌意目光, 他也是敏锐地察觉到了。 其实对于那座紫园动腹, 他的确是有点兴趣, 但也并非是到了非要不可的地步。 只是, 这曹诗的针对以及敌意, 却是领得他眉头微微一皱。 他能够猜测到, 今日的变故, 多半就是这个曹诗在引导, 所谓的, 便是要将他这位出入内山的黑马给打压下去。 他偏过头, 有些冷意的目光看了曹诗一眼。 而察觉到他的目光, 曹诗嘴角却是微微掀起一抹轻蔑, 淡淡地道, 周元师弟, 饭要一口口地吃。 又要一步步地走, 一步登天的事, 终归是隐患太大。 听师兄的话, 你先好好修炼一两年, 到时候再来想这些或许会更容易一些。 听到曹诗的话, 周元不知可否地一笑, 道, 按照规矩的话, 如今我是第三席, 你是第四席, 其实应当称呼我为师兄才是。 曹诗面旁一抽, 讥讽地冷笑一声, 周元则是没有再理会他, 抬起头来, 道, 审师, 我觉得, 按照规矩来或许道也不错。 那位张眼文言顿时笑道, 周元师弟能如此想, 那就再好不过了。 陈泰渊缓缓地道, 那你的意思是打算放弃这座紫园洞府吗? 曹诗晒然一笑, 这个周元, 看来也顶不住压力, 至少他现在还没资格触及紫园洞府了。 然而, 周元却是笑着摇了摇头, 道, 先前曹诗师弟不是说, 按照规矩, 紫园洞府的归属, 应该从出阵的三人中挑选而出。 既然如此, 那我便自动请阴, 请审师允许我作为三人之意出阵洞事吧。 既然这曹诗咄咄逼人, 那他也没必要再留情面了。 哗, 周元的声音一落, 整个大殿中顿时一片哗然。 曹诗面旁上的笑容微微凝固, 旋即嘴角的轻蔑愈发的扩大, 他伸出手指, 指着周元, 讥讽的声音响起。 周元啊周元, 你还真是猖狂到美谱了。 你以为洞事是那选山大殿吗? 他摇了摇头, 盯着周元, 眼神冷立。 说句不好听的话, 那洞事, 你还没资格参加, 你想去丢人, 可我们还不想呢。 第288章一场较量, 周元的话, 落在大殿内, 引起一片金额目光, 显然谁都想不到, 他竟然是打算作为出镇动势的三人之一。 要知道, 虽然如今两脉的子代弟子都已无法出手, 但双方派遣的弟子, 也都是金代弟子中的佼佼者, 周元虽然也算是金代弟子, 但毕竟才刚刚入门, 跟这些老弟子相比, 还是有着极大的差距。 周元在悬山大殿上与陆峰激战成那般模样, 可陆峰毕竟只是太初近四重天顶峰, 还算不上真正的五重天。 可内山的金代弟子, 大部分都是踏入了五重天的层次。 而如同龙, 曹师他们这种, 就算是在五重天中, 都算是不弱了。 因此在很多人的眼中, 此时的周元, 根本就没资格插手这种级别的争斗, 所以当听见周元此话时, 那曹师方才会忍不住地出言讥讽。 不过, 面对着那诸多讥讽, 质疑的目光, 周元并没有理会, 他只是指示沈泰渊, 面色平静。 沈泰渊同样是神色有些惊恶, 显然周元此举出乎了他的意料, 旋即他眉头皱了皱, 他会如此重视周元, 说到底是重视他的潜力。 而现在的周元, 毕竟还只是太初近二重天, 虽说他在悬山大典上胜过了太初近四重天顶峰的陆峰, 但就算是陆峰, 恐怕都没胆子插手这种争斗。 若是寻常弟子这般说话, 恐怕沈泰渊早就呵斥了回去, 但眼前的周元, 毕竟是悬山大典第一, 总归是有些与众不同。 所以沈泰渊并未呵斥, 指示道, 周元, 莫要逞强, 你不必与他人争这一时, 以你的天赋, 再待一两年, 定能展露头角。 他虽然看重周元, 但显然还是认为周元此举时一时恼热。 而且, 此事关系到我这一脉的颜面, 不可胡来。 那曹诗文言, 也是冷眼望着周元, 周元平静地道, 沈诗, 所谓无功不受禄, 若是我什么都没做, 那做紫园洞府, 就算到时候赢了回来, 弟子也是收不下去。 曹诗冷笑道, 算你还有些自知之明。 周元眼神淡淡地瞧了他一眼, 再度道, 沈诗无非是觉得或许我实力不足, 此事倒也简单, 就让我与一位出阵者交手一番。 若是我侥幸赢了, 那就由我代替其出阵, 而若是我输了, 那自然此事休提, 而且那做紫园洞府, 我也无脸然指。 当话说到这一步时, 周元也终于是图穷比线。 他如何不知晓, 因为他是新弟子的缘故, 诸多老弟子恐怕都是心中对他抱有轻视, 而且同样也对沈泰渊对他的重视感到不公平。 只是他们没有曹诗那般的胆子敢公然反对, 但其实心中必然也对周元不以为然。 不然的话, 曹诗哪能获得这么多的支持。 在这种情况下, 他想要顺利地将那座紫园洞府收入囊中, 那就必须要让得其他弟子心服口服, 而他如今只是心入内山, 毫无资历, 想要用这个选山大典第一以及所谓的潜力去说服其他的弟子, 显然是意想天开的事情。 所以, 那还是选择最为直接和有效的方式吧。 任何的争辩, 都敌不过眼前的事实, 花, 而也的确不出所料, 当周元的话落下时, 整个大殿内都是掀起阵阵哗然声, 所有弟子都是目瞪口呆。 谁都没想到, 周元的胆子竟然大到这重地步, 他竟然要从三位出阵者中选出一人来搬万子。 这莫不是疯了吧? 要知道, 同盟、 曹诗、 潘松三人, 就算是在太初进五重天中都算是好手, 他们的实力, 远超路风, 周元怎么来的胆子, 敢和他们叫板的。 同盟、 曹诗、 潘松三人也是正了正, 全集对视一眼, 皆是看出了对方眼中的滑稽之色。 他们显然也没料到, 周元竟然会狂到这重地步。 未居沈泰渊之下的周泰, 也是有些惊恶, 全集无奈的一笑, 这个周元师弟, 果然不是什么善茶, 半点亏都不会吃。 只是这种反击, 会不会鲁莽了一些? 呵呵, 这位周元师弟, 还真是有个性。 那张眼带着戏谑的笑了笑, 其他的几位子带弟子也是笑着点点头, 看那模样, 显然是觉得周元有点愣头青, 简直是出声牛犊不怕虎, 但破有, 确实缺少了一点自知之明。 沈泰渊也是神色有些惊奇地盯着周元, 显然后者这个提议同样出乎了他的意料, 所以, 他在沉默了好一会后, 方才道, 你的意思, 是要从他们三人中选一人交手, 以决定谁才是最好的出阵者。 他的眼光闪烁, 缓缓地道, 周元, 你可是确定。 此事一旦阴下, 就在无反悔余地, 到时候你若是输了, 紫元动辅, 就真与你无关了。 周元面容平静地点点头, 沈泰渊深深地看了周元一眼, 最终道, 既然你如此决定, 那就以你, 他们三人, 你要选谁为对手。 周元的目光, 在那大殿内众多视线中, 微微转移, 最后便是不出意外地停留在了曹师的身上。 既然这曹师诸多挑剔, 那就用他来奠定他周元日后在这圣元风上的声望吧。 而对于周元的目光, 那曹师却是丝毫不意外, 他反而是咧嘴笑了起来, 冲着铜龙他们摇头一笑, 玩味地道, 没想到我曹师竟然也有被人当作软柿子的一天。 也罢, 作为师兄, 教导后进师弟如何低调, 也是应该的事, 既然如此, 那这场比试, 我便接下来了。 言语之间, 并没有丝毫的压力, 反而是有着浓浓的细血。 在其身旁, 诸多弟子也是轻笑出声。 沈泰渊缓缓地道, 既然如此, 那么你们二人的比试, 就定在五日之后, 道是圣者, 便可取代对方的位置, 作为三位出阵者之一。 沈泰渊的目光停留在周园的身上, 他还是为周园多准备了一些时间, 从某种方面而言, 他还是希望周园真的能够创造奇迹, 那样的话, 说明他真正拥有着潜力, 这足以让得他力排众议。 但是, 如果周园此次输了的话, 那么沈泰渊也不得不感到失望, 因为这说明周园的举动, 真的只是鲁莽之举, 如此性格, 实在是有些难堪大用。 沈泰渊缓缓地收回目光, 心中轻轻一叹。 周园, 希望你不会让我失望吧, 第二百八十九章夺圣战。 随着周园与曹师的比试定下, 大殿内的气氛都是变得有些不一样了起来, 诸多的目光不断地投向周园的身影, 那些眼神中, 都是充满着同情之色。 简然, 并没有多少人真的认为周园能够胜过曹师, 毕竟后者可是货真价时的太初近五重天。 在一些弟子看来, 甚至是觉得周园是因为无法承受这么多人反对的压力, 才故意找了一个借口, 好让自己有个台阶可以下。 这倒是让得一些弟子暗暗点头, 如此看来, 这个新来的弟子, 倒还算是有些自知之明, 知晓纳紫园洞辅, 不是他所能够承受之重。 大殿最高处, 沈泰渊轻壳一声, 将诸多弟子的目光拉了回来, 他的面色再度恢复了古板严厉, 视线扫视一圈, 道此番有着诸多新弟子入门, 日后大家便是同门, 要相互照应。 说了一些场面话后, 沈泰渊再度道, 你们入了内山, 便有了选择元器功法的资格。 黑带弟子, 可选五品下乘的元器功法。 金带弟子, 可选五品上乘, 而紫带弟子, 可选六品功法。 沈泰渊此话一出, 诸多新弟子顿时爆发出了哗然声, 一个个眼睛瞪大, 脸庞上满是兴奋之色。 他们来到苍玄宗, 无非便是因为这里拥有着更为高级的功法, 那才是最为珍贵的东西, 因为这能够让得他们修炼出品质更高的元器。 真不愧是苍玄宗, 周元也是忍不住按赞一声, 要知道, 在他们大周王朝, 四品元器功法就已经算是最为顶尖了, 而五品功法, 甚至在一些大王朝, 大家族里面都能够称为镇国之宝。 这里的新弟子, 大多所修炼的元器, 都是四品元器。 如今进入内山, 终于是能够得到更高级的修炼功法, 如何不让得他们兴奋激动。 不过周元对于元器功法, 倒是没什么想法, 因为他修炼的祖龙金太过的霸道, 他上此道, 便是不可再转修其他任何的功法。 当然, 他如今的通天玄莽器, 已是六品元器。 而且, 就算是在六品元器中, 周元觉得, 他的通天玄莽器, 应该也是顶尖级别。 真要论其品质, 周元相信, 恐怕苍玄宗子带弟子中, 应该没人比他的元器品质更高。 若是想要跟他比拼元器的品质, 整个苍玄宗, 应该唯有那时大圣子, 才能够与其争锋。 当然了, 要衡量一个人的强弱, 元器品质只是其中一个部分, 并不是说谁元器品质更高, 那就代表着他最强。 但至少, 这是一种优势, 所以在其他弟子兴奋间, 他神色倒是一片平静。 沈泰渊望着那些兴奋激动的新弟子, 也是点了点头, 放出这么大一个香魔魔, 想来应该激励这些弟子好好修炼了。 不过在这么想着的时候, 他就见到了周元那一脸不紧无波的模样。 这个小子, 沈泰渊瞧得他这幅模样, 心头就有点来气, 当即想了想, 再度到, 除了功法外, 我圣元峰也有着诸多元术, 而夏品天元术, 有八道, 中品天元术, 有三道。 此言一出, 整个大殿再度炸开, 莫说是新弟子, 就算是那些老弟子, 都是各个眼睛放光, 眼中满是渴望之色。 那毕竟是天元术啊, 就算是放在整个苍玄天任何地方, 都是足以让得无数强者趋之若鹜。 而周元同样是怦然心动, 眼中流露出了感兴趣之色, 这苍玄宗, 果然底蕴深厚, 连天元术这种级别的元术, 都是如此之多。 沈泰渊瞧得周元终于打破了平静, 这才稍感自得, 再度道, 不过在我苍玄宗内, 最为出名的, 莫过于苍玄七术。 苍玄七术, 有新弟子疑惑出生, 所谓苍玄七术, 乃是当年苍玄老祖亲自所创, 当其合拢时, 便是, 苍玄圣术, 一道真正的, 圣元术。 神太渊淡淡淡的道, 呲, 整个大殿内, 都是一片到吸冷气的声音, 就连周元, 都是感觉到心脏激烈的跳动起来, 忍不住的舔了舔嘴唇, 圣元术。 竟然是传说中的圣元术, 据说每一道圣元术, 都拥有着毁天灭地般的力量, 那简直就是犹如神体般的力量。 这么多年来, 周元从未听说过圣元术的任何信息, 毕竟那实在是太过的罕见, 没想到今日, 竟然会在这里听见。 苍玄圣术后来被一分为七, 由七封各自保管一术, 而此术, 唯有个封的首席弟子, 方才有资格修炼。 神太渊再度道, 而我圣元术, 那一术, 便是名为太玄圣灵术, 位列上品天元术。 诸多弟子嘖嘖惊叹, 即便只是七分之一, 也能够位列上品天元术, 由此可见, 此术究竟是何等恐怖? 神太渊瞧得周元那也是盈盈有些渴望的神情, 暗自得意的一笑, 小子, 老夫就不信勾不动你的心。 神师, 这七术如何才能合拢啊? 周元忍不住地问道, 他的眼中满是火热之色, 上品天元术的确已经很高了, 但他却是在想, 如果将七术合拢, 那该如何? 神太渊文言, 犹豫了一下, 方才道, 这七术, 七封各得一术, 而按照宗门规矩, 谁若是想要合拢七术, 那就只能发起夺胜战, 夺胜战。 周元一愣, 所谓夺胜战, 唯有隔风的首席弟子, 方才有资格发起, 简单说来, 就是对另外一风的首席弟子发起挑战, 若是取胜的话, 便是能够从失败的那一风手中的七术之意夺来修炼。 不过这种夺胜战, 对于发起挑战方便不利, 因为被挑战一方, 拥有着地力, 只需顾守自封, 便可获得元气加持, 战斗力大涨。 所以想要取胜, 那就必须自身实力, 超过他封首席弟子一大劫才行。 陈泰渊缓缓地道, 周元面露金融, 原来这就是所谓的夺胜战, 似乎听上去很是让人热血沸腾, 这苍玄宗, 还真是会玩。 陈泰渊再度道, 如今我们苍玄宗内, 发起夺胜战最多的弟子, 便是十大圣子之首的楚清, 他发起过五次夺胜战, 最终成功了四次, 也就是说, 如今他的手中, 已经集齐了苍玄七术中的五道, 堪称是历代圣子中最强者。 周元眼神一鸣, 这个楚清, 竟然强到了这种程度, 苍玄七术, 被齐生生地夺了五道在手。 若是再得两道, 岂非就要将七术合拢, 化为圣数了。 而在楚清之后, 便是见来风的孔胜, 他发起过三次夺胜战, 皆是成功, 如今已得苍玄七术其次。 却连锋的李清禅也发起过三次, 与孔胜一般, 得四数。 其他的圣子, 都发起过一次夺胜战, 说到此处的时候, 周元忽然发现沈泰渊的面色有些不太自然, 当即他心头一跳, 忍不住地道, 那, 这是大圣子, 都对哪一风发起过。 沈泰渊面旁似乎渐渐地变黑了起来, 然后猛地嗡声嗡气地骂道, 这些混蛋小崽子, 都只会挑乱柿子来捏, 他们是大圣子, 每一个人都对我们圣元风发起过夺胜战, 而且都成功了。 周元慕瞪口呆, 差点一口气被憋死掉, 这么说来的话, 岂不是说, 他们圣元风的那一道太玄圣灵术, 那时大圣子都得到手了。 他望着一脸发黑的沈泰渊, 嘴角都在哆嗦。 这他娘的, 圣元风的顶尖元术, 结果搞得人家十大圣子人手一份。 你当在搞批发啊, 他现在终于是知道, 圣元风在苍玄宗, 究竟惨到什么地步了? 第二百九十章太初毕, 当沈泰渊话说完后, 大殿内的气氛无疑是有些尴尬, 诸多新弟子面面相去, 而那些老弟子也是面色不太自然。 毕竟这种事, 的确是有些丢人, 那原本是应该本风首席弟子才能得到的阵风元术, 结果搞到现在, 十大圣子基本是人人必备。 但不管他们心头再如何的尴尬, 对于这种结果也是无可奈何, 毕竟圣元风这些年的首席弟子, 跟其他六封的首席相比, 的确都是有些差距, 不然的话, 十大圣子中, 他们圣元风也不会连一席之地都没有了。 虽然如今他们这一代的首席弟子还没选出来。 在苍玄宗内部, 诸多弟子兼有着一则笑谈, 每一代的十大圣子, 若是有了新人顶替上来时, 那么他第一件要做的事情, 就是先去圣元风打一波秋风, 将那泰选圣灵树青轻松松地带走。 而从这种笑谈就能够看出来, 圣元风的境地有多惨。 在那最高位置上, 沈泰渊面色变换了一阵后, 终是渐渐地平息下来, 这种事虽然丢脸, 但这么多年了, 他都已经麻木了。 不过麻木归麻木, 但沈泰渊无一也是在渴求着能够改变这种情况, 毕竟如今的他, 与苍玄宗其他长老碰到一起时, 也是感到有些颜面无光。 正因为如此, 他如今方才会对周元如此的重视。 他们圣元风, 好不容易才来一位选山大典第一, 虽然沈泰渊不指望周元真如楚清那般的妖孽, 但最起码, 只要能够保住他们圣元风的太玄圣灵术, 以致不被其他圣子随随便便就能够来夺走。 沈泰渊深深地看了周元一眼, 那眼神中的含义非常的明显。 饺子, 我可是很看好你的哦, 而接收到沈泰渊眼神的周元, 也是忍不住地抽了抽嘴角, 我来圣元风的目的也是为了苍玄老祖封印的那第二道圣文啊, 要不要这么地重视我。 不过, 其他的不说, 他对于那道太玄圣灵术, 倒是有些兴趣。 上品天元术, 这种等级的元术, 放眼整个苍玄天, 都是属于极为顶尖级别, 他自然也是极为的心动。 当然, 在他内心深处, 还有着一丝野心, 那便是他很好奇, 如果将七术合拢, 化为圣元术时, 那又该会是一种何等的力量。 但显然, 凑齐七术非常的困难, 没见即便是那个所谓的十大圣子之首的楚清, 到现在也只是凑齐了五术吗? 那剩下的两术, 如果所料不错的话, 应该是属于雪莲风与剑来风。 因为那两风的首席弟子是排名第二的孔圣与李清禅。 这两人的实力必然不凡, 或许会与楚清稍有差距, 但身为被挑战者方, 拥有着地力优势, 能够获得几风的元气加持, 这显然足够弥补双方间的那点细微差距。 所以, 楚清的那一次失败, 应该就是败在了孔圣或者李清禅手中。 周元眼中野心的火焰微微生腾, 然后便是渐渐地收敛起来, 和拢七术, 对于他而言还有些远, 如今的他, 还需一步步地走。 好了, 此话暂放, 你等开始今日的早课吧。 陈泰渊目光一扫, 压下了大殿内的吵杂声音, 然后看向那些新弟子道, 你等才入门内, 可要把握每次的早课, 在此修行, 对你等大有弊异。 他的话音刚落, 只见得沈泰渊体内便是有着磅礴的元气席卷开来。 而就在此时, 周元他们便是察觉到, 他们坐下的古老仆团, 竟是在此时绽放出了光泽, 光芒犹如是一圈光照, 将他们身躯笼罩。 这时, 周元感受着那道光照, 其中竟是蕴含着一丝奇妙的力量, 那种力量倒是与神魂之力相仿。 诸多新弟子也是好奇地望着这一幕, 而前方的那些老弟子, 则是轻车熟路地开始闭目修炼, 只见得他们眉心神魂光芒闪烁, 竟是直接进入了修炼状态, 前往那太初天中, 搬运太初气。 所有人的神魂都是被增强了, 周元心中惊讶出声, 在那些老弟子运转神魂时, 他便是感应到, 后者等人的神魂都是被增强了。 周元若有所思, 旋即他也是不再犹豫, 双目微闭, 眉心神魂猛的移动。 神魂破体而出, 升空而起, 转瞬间便是踏入了那座玄妙的太初天中。 太初天内, 弥漫着玄黄色的太初气, 不过刚风肆虐, 撕扯着神魂。 周元的神魂立于虚空, 微微抬手, 他便是见到, 在他神魂外面, 竟然也是有着一道淡淡的光照, 光照不仅增服了他的神魂强度, 还抵御住了太初天中的当风。 原来如此, 是因为脚下的太初元以及蒲团, 这是两道元宝, 能够增服神魂, 同时加强神魂防御, 可以让我们在太初天中逗留更久的时间, 如此搬运而回的太初气, 也更多。 周元恍然, 旋即略感惊喜, 原来这三日一次的早课, 竟有这种好处, 有了这种增幅, 他搬运太初气的效率, 也会大大增长。 讲到此处, 他再不犹豫, 心念一动, 神魂之力便是陡然散发开来, 仿佛化为大手, 抓取着天地间弥漫的太初气。 嗡嗡, 神魂的增幅, 令得周元效率大涨, 只见得一缕缕黄色的太初气被驱赶而来, 最后萦绕在了周元神魂之外, 犹如渐渐地形成了玄黄般风暴。 感受着这种效率, 周元精神也是大振。 不知在这种增幅下, 我一次所能够搬运的太初气, 将能够持续多少吸。 当初在外山时, 周元第一次搬运太初气, 持续了2300多吸, 后来随着越来越熟练, 他每一次搬运的太初气, 能够持续3000吸。 而这一次, 拥有着如此增幅的情况下, 周元倒是好奇能够达到什么程度。 大殿内, 一片安静, 诸多弟子都是闭目修炼, 在他们的眉心神魂闪烁, 显然都是在那太初天中搬运着太初气。 沈泰渊居高临下地望着诸多弟子, 最后他的目光, 落在了周元的身上, 双目微微闪烁。 这个小家伙, 不知道第一次在太初炎与太古仆的增幅下, 能够搬运多少太初气。 能够搬运多少的太初气, 这将会决定着在太初境中的修炼速度, 这也相当于潜力的一种。 所以, 在这种情况下, 沈泰渊能够借此稍微地探一下周元的底。 虽然不能以此彻底判断, 但却能够管中亏报, 略亏一二。 沈泰渊的目光, 看向大殿光滑的墙壁上, 在那里, 微有光芒浮现, 仔细看去, 竟是能够见到一个个人名, 悦然其上。 此为太初臂, 记录着历代的圣元峰诸多弟子第一次借助太初炎, 太古朴石搬运的太初气。 而在沈泰渊的记忆中, 当年圣元峰还算辉煌的时候, 也是出现了诸多精彩绝艳的弟子, 而这座太初碧排名前十的弟子, 在第一次借助太初炎, 太古朴修炼时, 安运回的太初气, 整整持续了六千多息。 但在那之后, 圣元峰渐渐没落, 这些年来, 圣元峰没有一个弟子能够进入这太初碧前十。 这实在是让人感到极为的尴尬, 沈泰渊在心中轻轻地叹息了一声, 然后目光凝聚在周元的身上, 喃喃自语。 周元, 就让我来看看, 你这个选山大典第一, 究竟有多大的能耐吧?